华联市北新路因为临近工业区重车行驶频繁 导致路面下陷影响到了行车的安全 而日前又受到了污水下水道工程的影响 迟迟未能修缮 终于近期传来了好消息 先议员为嘉贤与县福的建设处前往县堪 希望能加速办理 还给庸路人舒适平稳的道路环境 华联市北新路临近工业区 是辖内种重超过15吨的大货车 还有连接车指定通行路线 在重车长年碾压之下 路面出现了塌陷 均厉破损影响到行车安全 而之前又受污水下水道工程影响 没有办法施做改善 最近终于传来好消息 北新路可以展开路面改善工程 这段路的部分 我们过去非常多的大卡车 也是经过这里 那非常多的一个重要的 连外的一个道路 也是靠这条北新路 那过去因为污水下水道要施工的关系 造成这条路过去在家前担政市长的时候 曾经有争取到经费 但是也因为污水施工的关系 造成整个道路工程无法来做施作 那这一次也特别拜托 花莲县政府跟花莲施工所 是不是能够再争取相关的 一个北新路的重新铺设 那污水也到了一个阶段了 那也希望把它施作完成之后 争取到相关经费 能够让所有用路人能够安全跟安心 我相信这边的乡亲一定会感受到建设所带来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感受 县政府建设处也说明了工程施作内容 跟这个内政部国土署争取这个北新路的整个铺面 重新跑铺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跟国土署争取获得核定 但是因为配合这个他们国土署在做这个 新城乡地干线的污水下水道的这个第一标工程 所以我们这个案子呢 就配合让这个污水下水道部分 它先施作完成之后 那我们在后续进行铺面的改善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呢 我们再次跟这个国土署申请这个整个北新路 因为在下水道施工完成之后的这个铺面改善 那也获得这个国土署的核定 1900多万元来办理这个 这个整个北新路的路面的整个改善 会重新把它刨铺 北新路道路改善工程会针对北新路和辅前路口 到华东路口进行铺面改善 全场有1380公尺 要刨铺五公分后的沥清滚泥土 调整路基不平整处 工期大约是150个日立天 预计在今年底前发包 预计在114年上半年可以完工 借理会幻视报道